青春不老 想跑就跑 奔跑让改变发生 别赶路 去赶受路 在2024北京马拉松的赛场上 共有三万名选手同场竞技 其中既有多次跑马 经验老道的大拿 也有出出茅庐 首次踏上马拉松赛道的新人 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跑进全马的 又有怎样的跑马关键词 记者采访了多位参赛选手 这是我第三次跑北马 今天我终于实现了 我24年的跑马目标 就是跑进315 我很开心 平常也是跑5公里和个10公里左右 然后20公里以上的距离 一直没有上过 所以在长途的耐力方面 肯定还是欠缺的 跑的还是有点辛苦的 初衷是为了健康 从轻松跑跨越到跑马拉松 跑者们表示 坚持跑下去最重要 我是从07年开始跑步 因为我们的工作的特点 就是因为经常要熬夜 所以身体就是特别不好 第一次开始时候 那个一口气也就跑一公里 慢慢的从跑一公里 到跑1.5公里 到跑2.2公里 慢慢的完成10公里 完成10公里以后 再慢慢的跟时间调劲 慢慢慢慢就是循序渐进的 一点一点一点提高 我是从5年之前开始跑步的 原来体重非常大 165斤 现在通过跑步到130斤左右 我是就是平时业余时间 就是坚持跑步 基本上一周跑3到5次 每次12到18公里 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学霸跑者表示 他认为跑马和科研是相通的 他的跑马历程一直与科研过程相互指导 因为我是历史学专业的 平时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应该是在图书馆里阅读文献 这个就和跑步很像 我们平时积累跑量最多的 也都是那种半跑 就是所谓的这个轻松跑 给自己的长距离打好一个基础 那么同时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针对一些特定的议题 会做一些非常深入的研究 这个就很像我们的那些 针对速度能力的专项训练 包括到最后你要这个 竭尽全力全心全意的 投入论文的写作 那像长跑的话 就是我们要全力的跑完一场比赛 写完文章的感觉 就和这个全马跑到终点的感觉一样 证明自己享受过程 别赶路去赶受路 参赛选手纷纷选出 自己的跑马关键词 作为对未来自己的寄予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跑跑 这也是我的个梦想 想跑就跑 就是想健康跑到老 健康跑下去 一直有个保持很好的心态 证明自己 然后享受这个过程 一个比上一步更好的自己 每前进一步都比上一步更好的自己 我在昨天领悟的时候 有那个心愿墙写那个小贴纸 我想了想我就写了一个好一点 就每一步都更好一点就可以了 别赶路 去赶受路 我大概已经跑了 有十几场马拉松了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别被马拉松束缚自己 别去赶路 要去享受这个过程 也许每一次不一定都要追求PB 但是你在路上 你奔跑 这是最重要的